大家好,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,我是李國慶 固定資產投資,簡稱固投,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中國經濟數據 在2018年,固投金額達到65萬億人民幣 初歌要了解中國經濟情況,就不能忽視固投每年的增長 固投佔GDP的比重最大,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 中國GDP達到90萬億人民幣,全國固投就有接近65萬億人民幣 佔比達到七成那麼多,固投增長和經濟息息相關 中國固投增長的高峰期在2000年代,年增長介乎兩到三成 拉動當時GDP的增長,最高曾達到一成四 可見兩者關係非常密切 固投升跌,反映社會投資的活躍程度和市場需求的高低 固定資產是指企業用來做長期投資的資產 使用的時間超過12個月,包括廠房、機器、機械、運輸工具等等 這些資產投資壓大,回本期長 因此,除非管理層判斷產品需求旺盛 否則,不會貿貿然增加固投擴大產能 總結而言,固定資產投資對中國GDP佔比重 固投增長速度亦反映企業對未來市場需求的看法 是一個重要的經濟數據,不容忽洩 新鮮的影片 我們找個關於照片 平衡方法 非理想要鍛盤